天气凉了 这个发热商机呢 又开始推陈初心 有很多购物台 或是百货商场 推出所谓火山岩的材质 过去有各式各样的发热材质 而这个所谓的火山岩是真是假 又有哪些不同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好冷哦 民众躲进被窝里 盖的棉被到底好在哪里 外形看不出虚实 但最近很多民众看了购物台 想体验科技火山岩暖背 它的价格会定在多少 业者透过购物台谈价格亲民 还将实验po上了网 比较传统羊毛跟火山岩材质的科技背 都用炉素灯照一分钟 再用红外线温度计测量 相差了6度 标榜的就是火山岩有蓄热因子 能吸收热能 真有那么好吗 待会实际进到棉被里头 10分钟后来看看这温度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实际呢拿起体温计来看 哇 已经36.2度了 这是科技背 然后它有2.7公斤 民众来试堂另一款科技蚕丝背 其实发现效果差不多 很快就发热了 来看看市面上推的保暖背 还真多种 而且近来科技背发展也推陈出新 有竹炭背 极地预寒棉 也有可随着人体调温 制作采用科技蚕丝 具有透气效果 搭上天冷商机 请居业者推科技背 不过民众在选购棉被 还是要依照自己的需求 多停侃厅 这陈珍玛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